大地疫情持續,北京新增至少6宗新型肺炎本地確診 海淀區一家5口檢測呈陽性 當中4個人確診,1個人屬於無症狀感染 多近患者到訪過的醫院和商場要停診停熱 汪俊康報導 北京防控部門星期四通報 海淀區西三旗有一家5口核酸檢測呈陽性 經過診斷,4個人確診,1個人是無症狀感染 他們所住的小區被列為中風險區 另外,北京星期三亦都新增兩宗本地確診 兩名患者都是早前吉林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 一個人是從大連到北京出差 另外一個人就是住在朝陽區來廣營鄉 住在同區的居民要接受檢測 有醫院和商場就因為患者曾經到訪 需要暫時停診和停業 國家衛健委表示 內地星期三新增47宗本地確診 遼寧佔最多有21宗 全部都在大連 河南13宗 黑龍江黑河市有7宗 河北新雜市有3宗 雲南和吉林都有個案 另外,科技部公布一款國產MRNA 信使核糖核酸技術的疫苗 獲批在內地已接種人群中 展開加強針的第三期臨床試驗 據報獲批的是 動心生物和艾博生物共同研發的疫苗 又指這款疫苗的頭兩針 早前已傳出獲批做第三期臨床試驗 指同樣屬MRNA技術 由復星醫藥代理的復必泰疫苗 去年12月在中國進入二期臨床試驗後 至今仍未有進一步公布 有先電視記者黃秦漢報導